刘大姐也是个实在人 就想找一个能和自己好好过日子的 而且她也能接受对方没有房子 于是红娘就想着让两个人见上一面 当然在见面之前还有一件事 红娘要带于大哥去办 大姐对咱印象不好 是不是要不然说话听不清 人家说一句你啊一声说一句啊一声是不是 嗯嗯嗯 那个手机得拿 她从里面来 我的妈妈呢 这皮鞋都这么干净了 还要插着 我给她这儿呢 这儿呢 天天哥小妈妈还得插着 自己有个专用的妈不太这样 哎呀 就是干净 挺干净一个 我电话得做 我这儿给你拿来了吧 哎呀 哈哈哈 这是空吗 你这儿记一个空 你这都不冷得啊 拜拜 走 电是电磁 西文字的 肯定能用 我们是进口电磁 电池都是一样的 别捐一把 六块 都装上了 哎呀 这速度 能听见吧 但是它不是一品牌 对这个注听器 你现在听好使吗 能不能听见 差不多 我这么说话 你能不能听见了 现在 听见了 我这么说话 那就是没问题 因为刚才我们在屋里边 老大神捞手机的事儿了 你都没听见 嗯嗯 那它还是好使 嗯 辛苦你了 姐姐啊 拜拜 解决了注听器的问题以后啊 于大哥提出 怎么着也不能空手去留大姐家呀 于是就在附近的水果店买了一点东西 这都买啥呢 你也说 我不说了 你自己看吧 哈哈哈哈 这多少钱 这个 16块 啊 6块 这是很多 这是最好的吗 对 知道的 这个 这买的啥呢 这多少钱 15 这个12 那蹄子18 这多少钱啊 这多少钱啊 15 嗯 东西得拿 给了钱东西不要了 忘了 忘了 哎呀 走吧 拜拜 姐姐 拜拜 余大哥没有房子 就住在一个三平米的小旅馆里 一心八卧就想找一个有房子的老伴 为了今天的相亲 她又是给助听器换电池 又买水果 一切准备就绪 这红馅啊 终于把两个人牵到了一块 大姐 哎 来呢哟 哎 哎 哎 你好 你好 可奶奶 你好 哎 你拿水果 他买水果 谢谢 谢谢 这个新 谢谢 大哥会买 红是紫的 苹果是红的 大胡大紫 哈哈哈哈 你去哪儿呢 你们俩先简单地做一个自我介绍 我叫刘秀琴 嗯 我姓鱼 哦 你叫鱼啥呀 鱼明海 哦 哈哈 咱们都是本乡本土的吧 你好 你好 好好好 大哥对大姐印象咋样 第一印象 挺实在的 确实挺实在的 也是正经过日人 也是 第一印象挺好的 挺好的 从那面相哈 挺老实的 挺诚实的 这刚一见面 于大哥和刘大姐 两个人对彼此的印象 还都挺满意 同时呢 热情的刘大姐 也开始进起了地主之仪 招呼起了于大哥 激动了 激动了 看见你们激动了 你 加快 来 谢谢 姐妈 喝口热乎水 是不是暖身夜暖心 我得给小红娘也倒一杯 我不要 我不要再叫我 我那耳朵的背 就得确定美心告诉你 哦 是啊 对 美心美心 我这么说话 你能听清过 就听清了 哦 挺好 挺好 她对我要是能保障 不小火龙 那就能差不多 小火龙了 挣得歪了 那就没找了 这个不介意吧 多问几遍 是不是 那咱们知道 她有这个毛病了 她有时说一遍两遍 挺不轻烈 所以问问她 是不是 你不像不知道 她不告诉咱们 那是不行 是不是 这她告诉咱们 我就不记就行了 我这心 那两儿 能指定差不多 我俩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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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呢 啊 只要你不学乎我 我就我就啥说没有 哎呀 因为啥呢 我本身就有缺陷 耳朵都歪得容易 那个都无所谓 那个无所谓 那个无所谓 啊 我不介意 这个我真不介意 哎呀 你跟大姐这个也没落几句话呢 你就直接说 我不 你怎么感觉行 啊 你是咋感觉出来的 嗯 因为她没啥的 不嫌疑那温暖啊 她今天挺浮的 挺的 厚美厚穿的 啊 挺的 这耐动 她不是耐动的 啊 嗯 这正经过日圆女呢 就是 啊 所以你就感觉你俩行了 对 啊 那你是感觉到 大姐对你也挺有好感的吗 知道吧 随大眼睛对我啥 啥想吗 我是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才说你俩感觉你俩行 呵呵 哎呀 是我 我真的 动鞋子真的差不多 差不多